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越南最近提升了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引起了习近平的担忧 每个人都在追求越南 为什么核内的竹子政策有效 由国内问题推动的中美关系解冻 请大家收看 保守党大臣就中国问题对戴维 卡梅伦·David Cameron进行残酷抨击 英国独立报 保守党内阁大臣汤姆·图根哈特 汤姆·图根·哈特批评前首相戴维 卡梅伦·David Cameron此前支持 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图根·哈特是保守党内中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 他嘲笑卡梅伦改变对中国的立场 转发了外交部的一条推文 显示卡梅伦与塞巴斯蒂安·赖斯巴斯蒂·赖在一起 塞巴斯蒂安·赖斯巴斯蒂·赖的父亲黎智英 Jimmy Lai是被中国当局拘留的香港政治家 作为首相 卡梅伦曾称在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 图根·哈特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人们对中国的自信越来越担忧 中国习近平在河内更亲近华盛顿之后 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信任 CNN 中国和越南同意建立信任并扩大合作 这是越南与美国关系升级仅数月之后的事 在河内举行的峰会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重 呼吁加强两国的战略关系 并同意在海上巡逻 贸易和犯罪预防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两国领导人还承诺 他们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关键词 这些会议发生在南中国海局势紧张的时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访问的第二天与越南总理会面 以加强两国关系 美联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越南 旨在加强两国关系 越南最近提升了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这引起了中国的担忧 越南将美国和日本都指定为全面战略伙伴 这是此前只用于中国的称号 为了缓解中国的担忧 越南宣布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社区 这是此前一直抵制使用的短语 尽管越南的举动被视为外交让步 但并不意味着越南支持中国主导的政治倡议 两国已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上存在分歧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每个人都在追求越南 为什么河内的竹子政策有效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一篇专栏文章 越南应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并根据自身最大利益形势 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争夺该国的支持 越南的竹子外交旨在避免冲突 促进和平 使该国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 文章作者认为 越南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策略 将确保其保持影响力 并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 由国内问题推动的中美关系解冻 日本时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的会晤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但却在美中关系中带来了紧张局势的缓和 和罕见的稳定感 双方都对这次峰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这对于增进信任 管控分歧 为动荡和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 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进展有限 但这次会晤被视为处理两国关键国内问题的积极步骤 中国在芬泰尼危机上不合作 直到尸体被列入黑名单 美国官员 南华早报 据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称 除非法医学研究所 IFS从美国实体名单中删除 否则中国不愿意在芬泰尼危机上进行合作 在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总统会晤后 IFS被从黑名单中删除 此后 中国采取了具体行动来解决毒品问题 在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 美国已优先考虑阻止芬泰尼前提的流动 然而 一些立法者批评了这一决定 称他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美国委员会提供2024年立法对抗中国的蓝图 路透社 美国一家两党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重置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建议清单 这些建议包括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增加限制 以及降低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免税货物门槛 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实施这些措施将需要艰难的权衡 并且不会没有成本 报告还补充说 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接受北京将美国视为其经济附庸的愿景 还是为我们的安全 价值观和繁荣而站出来 周三简报 拜登表示 以色列正在失去支持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警告以色列 如果继续在加沙进行战争 就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 他还暗示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需要对其政府进行改革 称其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 美国此前在行动和言辞上都支持以色列 但直到昨天拜登总统的评论之前 美国还没有明确警告以色列 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 与此同时 以色列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排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在战争结束后 在加沙发挥任何作用的可能性 美国还提供了7.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以色列 尽管对以色列在冲突中的行动表示批评 以色列已经同意接受这笔援助 其他世界各地的新闻包括 加沙因脏水和过度拥挤而传播疾病的说法 对乌克兰移动运营商的网络攻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的访问 巴基斯坦一处安全港上遭到袭击 导致23名士兵丧生 以及美国依然呼吁进一步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美国与北京保持联系 安排军事通信五角大楼 路透社 根据五角大楼的消息 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协调安排军事对话 这些对话是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上个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峰会上商定的 此前 美国和中国在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断了对话 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努力安排沟通 但尚未宣布具体的接触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认为 军事对话的进展正在按计划进行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 包括特定地理区域的高级领导人和指挥官之间的沟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中国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新闻 首先 保守党大臣对戴维 卡梅伦的抨击引发了热议 暴露了中国问题在英国政坛的争议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与越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习近平主席在越南的访问被视为对华盛顿更亲近的举动 越南的外交政策也备受关注 其所谓的竹子外交能否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 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外 中美关系也有所缓和 尽管在一些民党问题上的进展有限 但双方的会晤仍为世界注入了一丝稳定感 在国内问题推动下 两国关系解冻的趋势令人鼓舞 此外 美中在分泰尼危机上的合作也成为焦点 中国在解除黑名单后采取了具体行动 以缓解美国的担忧 然而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争议 最后 美国国会提出了对抗中国的蓝图 呼吁限制对中国的投资 并降低从中国进口的门槛 这份报告显示出 美国对于中美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义和重塑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知道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是 按摩